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查到后不舍得丢掉 竟然当场表演榴莲力吞 中国人对榴莲的情有独钟可见一斑 根据统计 2018年马来西亚出口到中国的榴莲 收益高达5500多万台币 是2017年同期的两倍 需求倍增 供给当然不敢懈怠 大马农民疯狂种植榴莲 我说现在的证据 所有的榴莲 是在实际上 马国中部原本森林密布的 彭亨州劳务县 山坡之前被砍得光秃秃 最近取而代之的 却是满地套上保护网的榴莲苗 严重影响当地生态 中国市场带来的榴莲潮 影响马国雨林生态 引起百姓强烈抗议 如今为了顾忌大局 当局不鼓励农民和企业 进驻新的地区砍树 并严格落实法规 就是不想再为了发中国财 牺牲大自然 赛利新闻传台报道